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姓氏李的起源 皇帝的五世孙大禹 治水治国 其助手之一是皇帝的六世孙高尧 高尧主管刑法 他是隐姓 其后裔姓氏包括李 也就是说高尧是姓氏李的始祖 高尧的后裔之一 是春秋末期的李尔 即老子 道教传说中的太上老君 他是周王国的使官 孔子作为他的晚辈 曾从鲁国出发 前往王国首都洛阳 去看望他 战国中期李尔的后裔李队 在赵国做官 赵武林王胡福奇社 使得赵国从一个中等国家 一远而起成为战国后期 与秦国分平抗礼的强大国家 不过赵武林王后期 脑子进水 主动善位 将王位让给了次子赵惠文王 后来又反悔 李队在赵惠文王受益下 干掉了一代熊主赵武林王 李队的儿子名叫李潭 辅佐赵惠文王 赵惠文王也算是一代明君 他在位期间文有文像如 武有连坡 与秦国相争 不落下风 这里顺带说一下 秦国赵国皆为赢姓赵氏国家 皆出自东夷 能征善战 其始祖是大禹的另一个助手 博弈 且说李潭 在赵惠文王时期 连坡 立相如文武团结 与秦国斗智斗勇 秦国拿赵国没办法 于是强斗不行 就也想与赵国搞好关系 因此赵惠文王投桃报李 就派李潭出使秦国 李潭有四个儿子 李崇 李辩 李昭 李姬 他与长子李崇 一起出使秦国 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大使 这一待就是好几年 李崇曾在赵国北部防御北湖 因此秦昭湘王对他颇为欣赏 委任他担任秦国 隆西郡太守 率军镇守西边 严防西龙游牧民族 后来李潭返回赵国 赵惠文王 因他出使秦国有功 将柏仁县封给他 封为柏仁侯 而李崇则留在秦国 取妻生子 他的儿子李瑶 后来成为秦国南郡太少 李瑶的孙子 就是后来秦王政时期的名将李信 李信击败燕国 杀了柏仁次秦王的燕太子丹 李崇一系 形成了隆西李氏 李潭的第四子李姬 他这一系 则形成了赵郡李氏 李姬的儿子李牧 是赵国后期的名将 李牧 先是大破匈奴 后又大破秦军 秦王政派人使反间计 赵王谦重计杀了李牧 自毁成城 赵国这才抵挡不住秦国 最终为秦国所灭 说起来 战国七雄 还是迎姓两大强国 秦国赵国最为强悍 楚汉相争时期 李牧的孙子李左居 先是赵王歇的谋士 后来成为韩信的谋士 封广武军 李左居给后世留下了 智者千律必有一诗 愚者千律必有一德之名言 他还著有广武军略 兵书一部 再说 隆熙李氏 也就是李信的后代 形成汉帝国的李家将 包括李广 李感 李灵 祖孙三代 评书演绎中的杨家将 纯属虚构 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汉帝国的李家将 却是历史的真实 李广 骁勇善战 抗击匈奴 号称非将军 但是龙城 非将带 不交胡马 杜音山 李广三个儿子 其中 三子李感 因与贵清相争 被获取病射杀 李广的一个孙子李灵 以五千兵力 力敌 匈奴数万 力竭而降 司马迁 因为给李灵 打抱不平 被汉武帝 关押 奋而 写出了史记 西晋末年 五湖乱华 东晋南渡 北方则是 五湖十六国时期 龙溪李氏 李广的 十六世孙 李浩 建立了 西凉王国 南北朝 西魏时期 西魏帝国 由八大 驻国大将军 是地位最高的八大臣 八大驻国之一的李虎 出自龙溪李氏 是李浩的五世孙 而李虎的孙子 就是李渊 曾孙 就是李世民 八大驻国之一的李弊 则出自赵郡李氏 其宗孙就是瓦岗寨寨主 魏国公李密 618年 李渊建立唐帝国 平灭其他各路返王 统一华夏 八年之后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上位 视为一代民军唐太龙 开创了贞观之治 李世民以隋阳帝王国为戒 深知水能在州 亦能复州 继位后 颇能克制自己 尽力求援 从建如流 唐太宗时期名将 李靖也是出自东西李氏 李靖战功赫赫 灭萧良 破浮宫时 灭东突厥 平土玉魂 以战功 封魏国公 李世民的曾孙 李隆基 青年时期 英气勃勃 先是平灭 唯后势力 然后又于712年 平灭 太平公主势力 即皇帝位 视为唐玄宗 唐玄宗前期 治国有方 开创了物质 极大丰富的 开天盛世 唐玄宗时期 著名诗人李白 也是出自隆西李氏 唐玄宗活了77岁 在位44年 后期年老混乱 于是他70岁时 安史之乱爆发 他善未给其子唐宗宗 在混乱中 寂寞度过最后的时光 唐宗宗李亨 在位期间 启用名将 郭子怡李光碧 全力平定安史之乱 为唐宗宗李亨 参谋军纪大事的李碧 出自赵俊李氏 是西卫八大驻国之一 李碧的七十孙 他颇有才干 是唐帝国中期的著名政治家 先后辅佐唐宗宗等 祖孙四代皇帝 其中唐德宗时期 拜相封叶侯 后于七八九年去世 年六十八岁 唐帝国中期的李家将 李盛李肃父子 出自隆西李氏 父子皆为名将 唐宗宗时期 李肃血液习菜州 秦沙淮西藩镇无缘记 其他各藩镇恐慌 接服朝廷 唐帝国成宪中心之事 唐宪宗时期 著名诗人李赫 也是出自农西李氏 唐文宗时期 著名诗人李商隐 也是出自农西李氏 唐武宗时期 牛李党征 李党首领李德玉 出自赵俊李氏 他官拜宰相 执政期间 外壤回合 内平择路 财太荣原 治愈宦官 功绩显赫 封魏国公 唐帝国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时代 之后都是平民上位 比如宋 宋还是平民官员上位 至于明 就更等而下之 是和尚上位了 自唐以后 李氏也就泯然众人 成为普通百姓的一部分 平淡无奇了 好的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